你到台灣一定要去牛肉麵 連飛機上都有牛肉麵 我們為什麼不能讓高雄的大波 成為台灣的象徵呢 掌聲鼓勵 加油 我現在要告訴大家 我們業者要同心其力 共存 想聽扣不共骨 今年沒有拿到烏龍 沒什麼了不起 我只是先讓你而已 明明我要讓你看看 我的實力在哪裡 我的影響力跟號召力在哪裡 今年我們頒布 我們選的那個標準 媒體部同學問我 老師你們的標準是什麼 我說食材啊 還有調味啊 你除了食材還有調味啊 可是你說要在高雄辦鍋物 你有優勢啊 高雄的物產多棒啊 可是誰敢說人家家的新鮮 我家的不新鮮 要新鮮只是60分而已 你要在高雄贏得一個大波的第一名 不是只有新鮮而已 新鮮誰都做得到 所以你在調味上面 你在老師喝湯頭的時候 在老師看到你的肉片的時候 食材對專家來講 一眼就可以看去它好不好 所以你要知道今天事 不是我自己覺得我很棒 我覺得我很好 要讓專業的人覺得你好 就像我們這次的活動 經過三波裡面有廚師 有這麼多人 所以大家你對你自己有自信 是好事今年要好 我覺得你很好 你還要更好 你一定要 其實大家平常講 不過是差一點點 但是我們今年會給了另一家 這一次我覺得我要感謝高雄的衛生群 我以前在台北 過我們外面評審的時候 我私下去私訪 我是一個喜歡常常私下去探訪的人 不要讓他們知道我們是專家 戴著帽子 戴著口罩 戴著眼鏡 戴著圍巾 戴著圍巾 像你偷偷群起舞